許智峯在這個階段進行私人檢控 是很明確有他的政治目的 因為他們在仇警 仇警的心態、仇警的氣氛 在這種氛圍之下進行檢控 本身已經有一種公眾的判決 即是那個人有沒有罪 或者是否有罪 其實就已經有一種公眾的裁決 這樣對於被告者是很不公平的 另一件事就是靜客去參與這個檢控 亦都似乎是一個政治的檢控 多於實質的檢控 私人檢控是源自於普通法的一種權利 尤其是以前在英國、外國、中世紀的時候 有些時候 政府未必會就著一些 人和人之間的爭議 進行檢控 所以普通市民 有了一個權利 可以對於一些 他認為是違法的事 他去提出檢控 但在過去西方 或者是普通法國家 去實施私人檢控 其實有些法官都提出 這是人的一個權利 但亦都很容易被人濫用 好像在香港 大家都知道許智峯的政治立場是怎樣 我們最擔心 這個私人的刑事檢控 就變成私人的政治檢控 若果變成政治檢控 完全是在玩我們的法律 而是這個我們最不想見到的 因為既然有這個權利 這個權利如何令到他不要被人濫用 而被人拿出來這樣玩 日後可能 就住私人檢控的這種做法 就可能會很普及 然後什麼都拿去做私人檢控 然後做私人政治檢控 事實上如果政客參加了法律裡面 亦都會產生了另外一些法律的問題 我覺得法庭就不應該被人拿來 做一個政治遊戲的一個地方 或者是要來做政治打壓的一個地方 許智峯的目的超然弱竭 就是為了做政治打壓警方 這種做法我覺得是不可取的 律政司其實他們也有權 就著這類很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檢控 採取行動即否決他的檢控 通情的緊張 無省 維持 明信 明信